刚开始好的时候 觉得她挺好的 相处久了 她就原形毕露了 脾气特别大 我是男生啊 她恋爱她不就应该听我的吗 不应该什么事都照顾我面子吗 凭什么我就得什么都听她的 她就不能哄哄我 抱抱我 让我体会一下来自男朋友的爱吗 我平时对她挺好的 我觉得她也应该对我特别好 而不是天天跟我耍小脾气 她根本就不懂我想要什么 我就希望她可以暖暖地护着我 现在我体会不到爱的感觉 这样的爱还有继续的必要吗 让我们掌声有请这一队 掌声有请 男嘉宾小刘 23岁来自河北学生 女嘉宾小乔 22岁来自河北学生 来 有请 有请两位 有请 欢迎两位 校友是吧 谁追的谁啊 我追的她 我们就是参加了一个社团嘛 然后看她当时挺不错 然后私底下就加了微信 追了多久啊 追了两个多月呢 追了两个多月呢 哎呦 现在谈了几年了 谈了一年多了 喜欢这女生吗 喜欢 对人好吗 好 好 为什么她今天要来我们这儿呢 今儿你要来的是吧 是 来的目的是 我感觉我现在特别委屈 诉苦来的 对 我就想让导师们过来治治她 她这个人不特别大男子主义 就是在她的思想里 男的就必须得高高在上 女的就得什么都得听她的 而且脾气白特别爆 爆到就能大停摩托之下 踹人家三轮车 不是 那个什么情况呢 就是有一次她姐来了嘛 她姐就是在那一个地方 参加婚礼 然后回来的时候 就在车站那儿给她送手机 还是个下雨天嘛 然后她就说 姐爷没吃饭 让我买点东西 买点饭 我就去我们食堂 给她姐买了饭嘛 她还特意跟我说说 让食堂阿姨把那个菜给热热 你说我又不是不知道 她特意跟我说 你也够较劲的 这都是细枝末节 然后呢 然后这事就过去了 我就跟她一块就走嘛 然后我就跟她说 我说给你姐买点零食吧 因为这一路上 时间挺长的 这样吃零食 就是也不无聊 她当时没好气地就跟我说 买什么买 赶紧走吧 我姐也是着急回家 没那么多时间 我就就是那么一说 我说赶紧走吧 买什么买呀 那你当时跟我好好说 不就行了吗 干嘛那么冲呀 你一冲我不也着急 然后我心情也不好 我就说个 我说反正是你姐不是我姐 一句这个 然后她就生气了 也不理我 我就喊了她一下也不理 她一直往前走 然后呢 然后我就没跟着进车站 在外边等她 她进去给她姐 把饭拿进去之后才出来 才发现我没跟着她 出来之后就开始对我发火 发的脾气可大了 出来她手里有把伞嘛 然后开始摔伞 那么多人把伞摔烂了 冲我大声吼 她的脸都贴到这儿了 冲我吼 那么多人 关键这还不解气呢 糠一脚踹了 人家一脚三楼车 那么多人 丢不丢人地踹三楼车 三楼车的主任 还是为老爷爷 看人家好欺负 还是怎么着呀 那么多汽车 你怎么不踹你汽车去 这女孩说话可以啊 怎么不控制自己的情绪呢 没什么事 没多大的事啊 我觉得就是 我们两个在外面嘛 你怎么着也得 给我点面子啊 就是我不叫 你就乖乖跟我进去 不是完了吗 这是不是就完了吗 凭什么乖乖跟你进去啊 是你姐也不是我姐 说得没错啊 给你买饭 情分在那儿呢才陪你去 干嘛陪你去啊 那么多人 你不嫌丢人 我还嫌丢人呢 行行行 你也别那个吧 你真嫌丢人 你也不跟他来了 还是老师帮着治治呢 行 你还有什么事儿去说吧 对 那是他 那回去之后 我是自己走回去的 我走了一个多小时 蹚着水回去的 他自己打车回去的 然后 为啥呀 就是我当时不想搭理他 我自己拿着伞往前走 他也不上来追我 那你自己打个车走呗 我就心里生气嘛 所以还是你自己 愿意蹚水 然后 以后千万别 跟别人生气的时候 拿自己的身体开玩笑 然后回去之后 他就去找我 把我叫下来 都没这么说 然后就抱了抱 买了一点水果 事儿就过去了 不是挺好的吗 怎么可能呀 我说了那么大委屈 然后就抱了抱 买了点水果就完了呀 不然你怎样 那怎么着也得跟我 多说说吧 怎么着也得好好 那第二天 你们俩又在一起了吗 我就不 这个事我还没原谅他呢 还没原谅呢 这叫巅峰事件是吧 还有别的事吗 有 我感觉这个人 特别大男子主义 就什么都得听他 我不能有自己的爱好 他有他的可以 我不能有我自己的 比如说 就是我在我们学校 比较喜欢打排球嘛 平常没事的时候 是一周训练两次 然后正好赶上上个月 我们有比赛 好几场的比赛 所以就得天天训练 每次训练很晚 回去之后我也很累呀 回去之后他就跟我吵架 说我不陪他 那你刚开始的时候 一周就去那么两三次 我当然没什么事 但是后来你知道 从早上六点多 一直打打打 然后中午吃完饭 然后下午还去打 一直打 打到晚上八点多 然后回去聊两句话 他就睡了 持续了一个月 我受不了 你受不了啥呀 他不理我 我也没有不理他 不是你想咋陪你呀 那起码 跟我每天都出去放了 那那那怎么着 你这样之后 他怎么对你呢 就是跟我生气啊 吵架 你说我每天 我每天训练 也不是光我一个人 这样训练呀 我们队的所有人 所有女生 都是这样训练呀 那你打排球 你能进国家队啊 我打排球 就为了进国家队啊 我就不能有我自己的爱好呀 你就回去给我洗衣服啥了 你干嘛天天还得打排球呀 我每天这么累死累活的 在那边打排球 每天回头都没有劲 我还给你洗衣服 好 拜拜